腾讯体育11月3日却在轮音超联赛,切尔西家在主场迎战水晶宫,赛前新闻发布会上,萨利确认埃加尔将会付出,埃加尔在此前对阵漫连时被捕受伤。 对于比利时球形的伤病情况,萨利说,他已经能够随队参加大部分训练了,他或许能够踢个半场,但无法踢满90分钟比赛,莱斯特城主席维才去世,这是否会对目前效力于切尔西,曾经帮助莱斯特城夺挂的坎特有影响。 萨利表示,这是肯定的,但我没有和坎特聊过,我也不会为他感到担心,切尔西开局是场比赛保持不败,如果不输给水晶宫就将创造球队新记录。 萨利表示,我不会考虑这件事,我只专注于比赛本身,我没想到球队开局能表现这么好,我觉得运气不错,因为球员还没有完全换彻我的技战术,但还能赢球。 盘级球队队长人选,萨利表示,如果卡希尔上场,他就将担任队长,卡希尔在上赛季就担任队长,我和球员都聊过,他们认为卡希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队长,如果他不出场,埃斯匹利回他会担任队长。 萨利还认为卡希尔帮手存在问题,连赛杯对阵得比喻,我们进攻不错,但防守端有很多错误,我们需要拿出我定性和连续性,否则会很危险。 有传闻趁卡希尔和奇克可能会离开。 萨利表示,奇克在战术执行的方面需要提高,还有潜力,他和卡希尔最近出场都不少,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 咯不?